想請教一下說你現在回歸中華民國的這個國籍喔 那你之前上節目有特別提到說 因為現在兩岸情勢的關係 那對岸對台灣就步步進逼 那未來說如果要死的話 也要死在台灣要暫死 那你當時怎麼會有這樣子的發言 我回來台灣 會死在台灣 我絕不會活著看到中共 把台灣變成另外的香港 所以這是等於是我一個宣誓 大家好 今天我很興奮 因為我恢復了中華民國台灣國籍 放棄了新加坡國籍 從此我可以和所有勇敢的台灣同胞 站在一起 對抗中共侵略 保衛國土 讓台灣永遠和美國一樣 成為自由之地和勇者之鄉 The land of the free and the home of the brave 今年6月7號 中國前環球時報總編輯 胡錫俊宣稱 解放軍如攻入台灣 會殺光臺獨 不留活口 8月5號 中國駐法大使盧沙也也狂言 中國統一台灣後 將對台灣人進行再教育 所謂再教育 就是對百姓 就是對百姓不斷地虐待 折磨 讓他們以後 只知 服從 不敢反抗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 大量中共官員 公然叫囂 要對台灣兩千萬人進行屠殺和洗腦 完全無視反人類罪和戰爭罪 實在非常病態 他們提出的理由也極其荒唐 他們說來台灣殺人 是為了保護他們的領土台灣 問題是 台灣從來沒有被中共管轄過 怎麼會變成他們的領土呢 針對這個問題 中共的說法更為可笑 他們說台灣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 台灣的原住民 在台灣已經住了超過四百年 四千年 對不起 閩南人住在台灣也超過了三百五十年 中華民國也已經存在了一百一十一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存在才不過七十三年 台灣怎麼會自古就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呢 這種不顧史實的胡言亂語 也只有專制體制下的腦殘才能說得出來 所以中共如果對台動武 沒有什麼正當理由 就是明目張膽的侵略 就是虛擬屠殺 就是惡性觸犯 戰爭罪和反人類罪 面對中共的窮凶極 臺灣人的同仇敵感已經被燃起 今天我們要介紹兩個行動計劃 一個是要在三年內 訓練出三百萬 積極協助區域防衛的民間勇士 我們稱之為黑熊勇士 可以和國軍戰士配合 組成沒有漏洞的全民防衛 這個計劃我會資助六億元 讓它加快推廣 盡速達成目標 另一個計劃是盡速訓練出 三十萬名以上的民間神社手 我們可以稱它為寶箱神社 這個計劃需要軍方警方和各個縣市政府 加上民間組織合力來推動 這個計劃所需的費用 如果各單位暫時預算不足 我願意提供四億元以排除困難 使之快速啟動 這兩個計劃可以加強我們的防衛力量 宣示我們全民皆兵抵抗侵略的決心 我們知道過去七十年 中共時時刻刻都想揮軍佔領台灣 他們到現在還沒有這麼做 是因為他們沒有實力 近年中共的戰狼外交 引起自由世界的厭惡 在新科技上開始對中共封鎖防範 導致他們攻占台灣的相對實力 未來只會減弱 不會增強 例如華為公司 過去不可一世 現在已經銷聲匿跡 相反的 台灣無人機 半導體等科技實力 如果能夠善加整合 軍民加強合作 加上美國的關鍵技術支援 台灣未來 台灣未來絕對 具有單獨擊潰共軍來犯的實力 根本無需請他國派兵來援 所以中共未來只能期望 台灣內亂而自我癱瘓 他們會支援地痞流氓到處滋事 或暗中捐助台灣一些品行低劣的 名嘴政客 散布失敗主義 投降主義 以造謠 挑撥 毀謗的方式 來破壞台灣人民團結 削弱台灣人民的鬥志 訓練出300萬黑熊勇士和30萬寶箱神社 以及其他許多類似的計劃 可以在心理上和技術上 協助台灣年輕人成為抗共保台的堅定力量 粉碎中共從內部癱瘓台灣的圖謀 所以我們希望各界對這兩個計劃 多多關照 大力支持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